大家好,我是Eileen 我毕业于英国巴斯大学口笔译研究所 还有英国西敏斯大学双语翻译研究所 我曾经从事口译和笔译的工作很多年 那现在在基因任教已经三年了 主要教的是高级写作还有IELTS的读写 那准备IELTS的学术课程 跟一般的英文学习当然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不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是时间 那在准备IELTS的考试的话 时间的掌握还有对于时间压力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平常我们在练习就以作文来举例好了 练习作文的时候呢 从一开始打草稿就要设定自己是多少时间 然后中间写作文的时间是多少 最后有没有时间可以再来做检查 如果平常练习就很有意思地把这个时间的观念把它放进去 那在正式考试的时候就有信心能够在这个时间的限制之内写出一个还不错的文章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技巧 考试的技巧 考试的技巧我们知道很重要 但是重点在哪里呢 当然就是对于考试的提醒的熟悉 所以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很有意思地去熟悉这些考试的提醒 然后自己知道要依什么样的步骤 跟什么样的方法来解这些题目 这样子呢在考试的时候就看到题目就不会害怕了 所以这在准备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这两点时间跟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